我想中方的关于反对制裁的立场 是十分明确的 美方最近发布了很多 关于对中国的挑衅的言论 比方说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 若中国支持俄罗斯侵略行为将面临严重后果 他还说中俄经济加起来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 而七国集团则占50%以上 即便中方无视美国警告 帮助俄罗斯应对制裁影响 美国仍掌握一系列工具 可以欧洲伙伴协调运营 美方的这些言论 是赤裸裸地霸凌 胁迫 暴露了美国政府根深蒂固的冷战零和思维 和集团对抗思想 这是美国所谓的从实力地位出发哲学的右翼产物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方始终本着客观公正态度 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取值 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 表明主张 中方一直呼吁对话谈判 推动局势降温 并为化解当前危机提出中方倡议 任何抹杀中方努力 歪曲中方意图 造谣抹黑中国的虚假信息 都是不负责任的 都是不道德的 我要再次强调 制裁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方反对美方任何形式的 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将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正当权益 美方一方面寻求中方支持配合 一方面对中方挥舞制裁大棒 这是行不通的 我们敦促美方 不得以任何形式 损害中方的正当权益 美方若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强力反制 遗免 不得以任何形式的 点 add 我们敦促美方的项目 去不得以任何形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